这一首歌 陈之皇上上午号兵 德雷把肖铁如你的宝刀 供皇上赏剑 这是 卧倒 这可是极品的宝刀 而且你这把 似乎比宫中所藏更胜一筹 阳玲 吴氏献殷勤 非奸及盗 你小子到底有什么事 就跟振持说吧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皇上 是这样的 皇上 臣此番南下见海盗猖獗 百姓深受欺扰 其原因都是因为海禁 所以在这里 臣恳请皇上开海禁 加强水军 开海禁 杨领 这事在朝中议论 不是一天两天了 朕又何尝不想重开海禁 肃清海域篱下武功 若此时兴起兵士 这军薰粮草又从何而来 皇上 这个 此物名叫藩树 适应各种气候 环境及土壤 只要好好种植的话 一亩地产千斤都不是问题 真的 这东西能有这么大产量 臣确信 因为臣已经在势众了 希望将来 能在全国各地推广 好 朕相信你 若你真能解决这个难题 朕一定全力支持你 谢陛下 等等 差点忘了一件事 刘瑾 奴才在 传朕旨意 传罪臣之女 高 高 高文心 对 就是她 朕特取她免除奴籍 以后发扬她的家传医术 多多治病救人 是 奴才记下了 是 谢祝隆恩 免礼 快起来 高姐姐 太好了 你终于会负自由身了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 做两个小菜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相公 是你跟皇上求的情吗 不是我呀 不是我呀 民女见过皇上 朕不曾让人通报过 您又没有见过朕 您是如何看出朕的身份呢 您身旁那几位是公公吧 可这公公 不是只在宫中才有啊 可是您妖配上的团龙文 是骗不了人的 姑娘点破朕的身份 想必是有所求 民女斗胆 恳请皇上 免除太医之女 高文心的奴级 起来 她既是罪臣之女 朕为何要宽待她 高文心自太陵已暗 一直忠心辅佐大人 回京师更是以身犯险 协助大人 回到皇上面前 帮助铲除了王月等一众势力 在整件事情上 高姑娘也算功不可没 况且我们都知道 高姑娘医术高明 堪禀男儿郎 与其让她在杨府为奴 不如废除她的奴级 为更多的黎民百姓造福 百姓若知道此事 不但会感激民间 从此多了一位女神医 更会因此而感激皇上 您的宅心人后 你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 好 朕答应你们 先皇上 你跟皇上说话 是为了这件事 当然不是 我主要的目的是勾引皇上 你也知道像我这种身份的女人 只要看到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就会像猫闻到鱼心味 一定要扑上去 绝对不会放过 万一皇上看上我了 说不定我还能换个贵妃当当 你别这么说 是我错怪你了 你没错 是我自亲自荐不要脸 许你们这么想我 还不许我自己说自己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 老爷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误会她了 陈姑娘她嘴巴坏 其实 她心地并不坏 我去看看她 相公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了吧 走吧 参见大人 参见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东西都找来了 我们把全城都塑刮了一遍 全京城的藩树都在此了 可是还不够啊 还有吗 这些可是稀罕玩意儿 我把我朋友家全塑刮了一遍 连地里长的武当头都没有放过 你看 这些还都带着叶子呢 辛苦你们了 大人 这东西 真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好种植产量还大 这个得施种了才知道 施种成功了才要说福利 这样吧 我们去花园看看 能不能堂出个地方了 走 夫人 是番薯啊 好多 好多 这番薯可少见得很 老爷弄那么多番薯回来干什么呀 我知道了 一定是老爷知道夫人爱吃 特地找人弄回来的 夫人 老爷对您可真好 你赶紧地叫一些人 我们把这些番薯拿到厨房去 好嘞 我来 行了 就这吧 您就别亲自动手了 这怎么能不亲自动手 这么重要的事 肯定得一块来啊 我来了 这个 我没来晚吧 什么来晚 杨大人 你太够意思了 找到这种新奇的吃食 还不忘叫让兄弟们共享 你的意思是 我叫你们过来吃饭的 何止我呀 还有那场神迹营的兄弟们 大人 我全都把他们给招呼过来了 兄弟们一听说有这种好事 饿着肚皮就赶来了 谁在前院呢 相公 前院的兄弟都分过了 就剩你们没吃 来 你尝尝 妞娘 你告诉相公 这些地瓜 你们不是全都煮了吗 没有 就煮了一半 太好了 还一半我们都烤了 怎么了 妹子嘛 大人 我全程都找遍了 又是悬赏 又是高价收购的 又是悬赏 又是高价收购的 就问你的办法 都怪我 我不该自作主张 我应该先问问你的 好了 别自责了 也许还有其他办法的 对 肯定有其他办法的 夫人 天无决人之路的 你还吃啊 您 你还吃啊 您 文心啊 这地瓜真的挺甜的 烤着吃煮着吃都挺不错的 你尝尝 两种都没了 大家都在着急 你有没有心啊 不就是两种没了吗 这有什么好着急的 你有办法吗 我有办法 有办法吗 将这个薯藤剪成段 然后呢 把杆插入疏松湿润的土壤中 利用它的再生能力 生根抽脂 形成新的植株 像这样 把下面的叶子都拔掉 只保留最上面的一片叶子 然后把其余的部分 插入土壤中 就可以成活了 这么短短的一节竿子 真的可以种出地瓜吗 大人若不信 可以亲自去试试啊 我去试试 这些幼苗掌势极好 这些幼苗掌势极好 夫人不必担心 更无需整日紧盯着 多谢城姑娘 要不然的话 我真怕这次闯下大祸 我是帮杨绫 就是我分内的事 夫人又何须道谢 他原本是秀才出身 没有任何的背景和倚仗 凭借一己之力 做到了如今的高位 想必一路走来 步步陷阱 处处危机 很是艰难 相互这一路走来 确实不容易 吕布原本是枭雄 可偏偏遇到了貂蝉 唐玄宗原是明君 却又偏偏遇到了杨玉桓 有些男人啊 总是会被身边的女人 所拖累 最终成不了大事 他们总是不明白 以他们的身份和处境 身边更需要的 是能为她助力的女人 而不是整天儿女情长 只会拖后腿的人 夫人 我说得对吗 这些势众的藤蔓 长势是极好的 开圈之后便可以移植了 我已经派人培训了一些农匠 马上可以大量地培植了 程姑娘真是厉害啊 杨大人 你有程姑娘这种美貌与智慧 并存的女人相助 就好比是这个 董卓有了貂蝉 等等等等 你这什么破比方 不对不对 是周瑜有了小小 行了行了 你闭嘴吧 这两种应该早日推广 可咱们上哪儿去找 这些土地呢 土地并不是难事 在咱们威武伯府周围 不是有很多黄庄吗 我们可以打打那儿的主意 可是就算咱们发放上两种 那儿的地主 也未必会冒着风险 去种我们这些新两种啊 大人不如将此事交给我来办 如何 相公 我来吧 附近黄庄的那些地主们 逢年过节都会来我们家拜访 很多我都见过的 我觉得我可以说服他们 谁来办事不重要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夫人 不如我们凭各自本事 比比试试 好啊 比就比 好啊 夫人 人活一口气 数活一张皮 这次非要让那个狐狸精 明白明白 您堂堂威武伯夫人 哪是他能比的 我家主子乃是威武伯夫人 来寻见你家园外 小的拜见威武伯夫人 可今日不巧 我家园外同夫人回娘家去了 劳贵人白跑一趟 还敢给咱们吃闭门宫 你什么态度啊 你好歹也学他们编个理由啊 夫人 走吧 真不好意思啊 麻烦您就通报一声吧 我是真的有事 要找你们家堵员外商量的 确实是不方便 哪里不方便 你们家老爷 是也跟夫人回娘家了 还是也和花九摔断了腿 我家老爷犯了痔疮 他 他流血不止啊 不方便 不方便 想必他们都是听说了两种的事情 故意回避我们呢 那我们明天再来 看他们是不是能躲我们一辈子 听于荡头说 新型火器的射程已经提高一倍 神机营的人 这几天一直在配合新型火器演练 相比之前的威力 增加了不止一点点 刘大傍锤这次真的是功不可没 我估计这个点他还没起床吧 我们去叫他起床吧 顺便让他看看他的成果 刘将军请回吧 我看你昨晚也没有睡好 不过回笼觉吧 没事 我一见长姑娘啊 我就精神百倍 一点都不困 杨大人 你怎么来了 进屋说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大人 你不是来找 我突然想想还有急事 刘参将 进入我是莱窝府城 这 这 大人 大人 造船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由于咱们的海船设计精密 对工匠者要求很高 所以一时间也没法大量制造 这也是我把你们叫过来 开会的原因啊 我识到了啊 但是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智能 机密会议 没有我的允许 怎么可以随便带人进来 人多力量大嘛 再说都是自己人怕什么 刺激人 好一个自己人 大人好了 大人你继续想 继续想啊 海船建造复杂 而且耗时花费巨大 光靠我们肯定是不行的 福建专门有一个船厂 是专门为水师打造船只的 我想帮我们的海船技术 传授给他们 大人万万不可 这是我们内场的机密资料 怎么可以轻易外传呢 说得对啊 大人 你太粗心了 你怎么能把这种机密的东西 随便传授给别人呢 这只福建水师常年与窝寇对抗 寿人以鱼不如寿人以鱼 只有水师强大了 沿岸百姓才可以更安全 如果为了一点私利 就避肘自针的话 是不是也太狭隘了 大人 你又如何得知福建水师都可信任 要是他们把技术传给了窝寇 那该如何 说得对啊 大人 你相当于把刀子给敌人 让他们拿着捅咱们自己啊 大人 你应该听听常姑娘的话 她是为你好啊 够了 我不管你俩暗渡陈仓 你们也别拉我来修战道 什么意思啊 还有什么统部工程要见 走吧 咱们去看看分数怎么样了 走吧 走走走 不是 你这 大人 我不懂你说的 暗渡陈仓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 既然选定了人 就要洁身自后 谨守负德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我还有公务在身 适陪 云儿 这些银两你拿着 明天早上去买一点礼物 然后送到三位园外的府上 夫人 这是你的私房钱啊 要不跟老爷说吧 让内场的人帮忙 云儿 我就是想给她分忧 不是要给她添麻烦 你千万别告诉她 又娘 你把这个拿出来干吗 夫人为了租借土地的事情 已经跑了好几天了 可那几个园外爷 也不知道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 竟然敢给夫人脸色看 老爷 夫人现在要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买礼物 都怪我 土地这件事是我没有说清楚 这件事情 你就别操心了 相公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啊 那几个老狐狸 本来就很难对付 别往心里去 那你现在想到办法了吗 这是城郊附近 七座黄庄土地的地契 都在这儿了 你怎么做到的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地契我拿到手了 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是不是利用内场的兄弟们 对他们进行威逼恐吓了 你现在有工夫谈论这些 倒不如赶紧准备接下来的工作 算羹牛 两种 你当内场的兄弟们 都是东厂锦衣卫那些货色吗 未曾失惠于民 便先失恶 这种手段得来的地契我不需要 你马上给我退回去 那我程启运在你眼里是什么货色 不但水性洋花 还不择手段是吗 那你让我怎么想你 你才来京师几天 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竟能从那些老狐狸手里边 撬来这些地契 我用了什么方法你不必知道 但我可以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让你那些内场的兄弟们 担上任何的恶名 也是 差点忘了你的本领了 连楼大棒指都被你明得神魂颠倒的 何况那几个老狐狸呢 对吧 够了杨林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们是以每亩十两银子 将土地售卖鱼 一年之后我再以每亩九两银子 回售给他们 这是第七文书 还有远期银票 一年之后他们汗落饱收 什么事都不用做 没母帝白得一两银子 有这样的好事 他们凭什么不答应 你说得没错 我程取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我一没身份 二没地位 那些老狐狸凭什么信任于我 所以我才去求刘大将军 求他出面帮我联络 谈判的时候好有个人给我作证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 你早来告诉我呀 你什么时候问过我呀